这录取通知书都到了吧 到了 你们两口上大学啊是好事 但是我们家的情况啊 你们心里也有数 妈只能供一个人上大学 这次啊 孕妈没本事 你们两个自己商量商量吧 我分数高专业也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 这是没什么好商量的 那我姐去吧 我一个男孩子干的啥呀 噢不是 以后啊还能跟我姐不输 算了 你们俩啊也别商量了 就抽签吧 行不行 抽中的就去上学 没抽中的 妈就把这个老房子留给她 你俩不说话 我就当你俩默认了 我们事先说好啊 抽中一的就可以去上大学 这抽中了的 妈就把这房子留给她 我们不管抽中什么 都要胡气 不准耍赖 听到没有啊 小丽是姐姐 你先抽吧 你先抽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妈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去上大学好不好 你让我去好不好啊 妈 小丽 小丽 我们刚才可是说好了 妈把这老房子留给你 行不行 天花 让弟弟去上学 谁让你这破房子 小丽 小丽 哎呀 这坏脾气 小鹿啊 既然你姐姐不去上了 那你去上大学吧 好好读书 以后有出息了 帮帮你姐 好 姐 哟 这不是大学生吗 怎么想起我来了呀 妈病了 估计啊 这次撑不过去了 这些年啊 妈觉得对不起你 想见你最后一面 你回去看看吧 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再怎么说 也是咱们妈呀 你就回去 看她最后一眼吧 求求你了 你打住啊 那是你妈 可不是我妈 你说的这个人啊 两年前 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你不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 算是毁在她手里了 我得走多少弯路 你知道吗 我得遭多少罪 你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再见她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呢 她也是没办法呀 她也一直觉得对不住你 哼 还觉得对不住我 她不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老封建吗 在她的眼里 一个捡来的男孩 都比她亲身的女儿强 当初 还抽什么签啊 可真是虚伪 捡 捡来的男孩 谁 谁是捡来的 我不知道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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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别恨妈 妈这些年也觉得 心底一直对不住你 你有时间啊 就去看看她吧 这是老家的钥匙 妈说了 把房子留给你 现在老家的房子啊 要拆迁了 估计啊 要补偿很多钱 你就拿着吧 人家 这种人家 我说 那些人 我说 我说 她不平 我说 这是什么 姐 妈走了 临走时 妈一直都喊着你的名字 你要恨的人是我 不是妈 妈都跟我说了 我的亲生父母年轻的时候 跟妈在同一个工厂上班 后来工厂发生了事故 我的亲生父母救了妈妈 但他们却走了 妈内心愧疚 这才收留了我 让我去上大学 老家的房子要拆了 我也要离开这个家了 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姐 你对我的恩情 我会一直记住在心里 不管怎么样 在我心里 你和妈都是我的亲人 姐 我走了 你要多保重 妈 妈 我 王哥 我再去了路上呢 你可别迟到了 人家那姑娘条件很好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你的把握好机会啊 放心吧 王哥 哎王哥 我看到前面有个阿姨摔倒了 先不说了 我去看看 相亲最重要 你别管这些闲事 知道了可不好 知道了我心里有数呢 阿姨你怎么了 哦小伙子 我刚刚不小心 他交给你了 哎呦都中了 要不我先扶你起来吧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人的厉害 可能堵折了 看样子还比较严重了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 那你现在等我我去打个车 那真谢谢你了 真是个好人 阿姨 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你先坐会吧 他口水在走 帮我了你这么长时间 真不好意思哦 没关系的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小亮 多亏了这个小伙子帮忙 哦帅哥 谢谢你啊 既然你回来了 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点急事 那你快去吧 哦对了小亮 今天那个医药费我还没给他呢 你帮我追下去 反给他吧 哦好 王哥 哎哟 受我的受我的受 那你别管闲事别管闲事 你非得管 你说你是乡亲重要 还是管闲事重要 哎呀王哥 这怎么是多管闲事呢 我总不可能看着人家阿姨住在地上 我在边上修走黄关啊 要不这样 你把那姑娘的电话短信发给我 我给他道个歉 好啊 那就这样 挂了 赛哥 你跑的可真快 你怎么回来了 你快回去照顾你妈吧 这个你拿着 这是 这个是你帮我妈付的医药费 你帮了我妈 我得感谢你 这个钱也不多 你拿着吧 哎不用了 你这样我以后哪里还敢办别人 这样吧 医药费我拿着 多余的你拿回去 哎呀 你还是收一下吧 你赶紧回去陪你妈吧 我还有事要忙 喂 你好 哎 你好 你还忙吗 你就是王哥介绍的那个小丽啊 好巧啊 我们结婚吧 他说你把你帮助到 我真的叫你快乐 我也要不要 你帮助到 他来把你帮助到 这个人是 你帮助到 你帮助到 我帮助到 一位帮助到 你帮助到